中國知名地產商任志強 被重判18年監禁 令輿論嘩然 有內幕消息說 該案件由中共常委王滬寧 負責成立專案組 定性反黨並且重判 藉此討好習近平 王滬寧圖謀在二十大做副主席 9月22日 中共紅二代知名地產大亨任志強 被北京第二中級法院 以涉嫌貪污、受賄 挪用供款、國有公司人員 濫用職權四項罪名 判處有期徒刑18年 並且罰款420萬元人民幣 法院通告說 宣判之後 任志強當堂表示服從判決 不上訴 任志強所面臨的刑期之重 令輿論嘩然 外界普遍認為 任志強不過是批評了習近平 所謂的貪腐罪 是指鹿為馬 欲家之罪 前《中國青年報》蘭牧主編 李大同 以非常無恥的判決 和法律陷阱來形容 他說罪名都是當局安插 任志強在任的時候 連身七百多萬 沒有必要貪污 對於北京中院通報任志強認罪 李大同認為 這是因為中共當局 將任志強的兒子作為人質 才逼他認罪 3月任志強被捕的時候 他的大兒子和秘書 也一度被捕 現年69歲的任志強 是北京市華園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 他的父親任全生 曾任中國商業部副部長 任志強曾經和王岐山在內的中共高層 關係密切 作為體制內為數不多的敢言人士 任志強也被稱為任大炮 4年前 他因為譏諷央媒姓黨 被留黨觀察一年 今年3月6日 任志強贊民批評習近平 處置疫情不當 12日他就失蹤 4月7日 中共北京市紀委公告 任志強因涉嫌嚴重違紀委法 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當時有香港媒體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公開處理任志強的問題 他說任志強案 由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拍板調查 並且由中共北京紀委辦理 蔡奇不想將事件搞大 只是為了向中南海交代 熱門博主一劍飄塵 當時發博文說 4月8日 他收到任志強北京朋友的一封信 信眾說 一個西城區紀委 怎能扮任志強這樣的案件 真實的內情 在王滬寧掛稅成立專案組 這是學習當年 剛稱林彪集團的做法 王滬寧已經成為黨內的康生 他要在二十大做副主席 信眾說 任志強被捕之後絕食 也被定性為反黨 王滬寧親自召開西城區紀委 調查組聯合會議 將任志強絕食 和田家英高剛自殺 相提並論 說是對抗組織系反黨 王滬寧當時還傳達了 習近平對調查組的口頭指示 形容對任志強案進行調查 是吹響了對貪腐資產階級的反攻擊號角 過去三十年 中共有成績也有錯誤 是資產階級 壟斷了國家經濟命脈 今天造成無產階級日益困頓 很明顯 習近平是要將自己這幾年搞和的經濟錯誤 交和給資產階級 信眾還提到 他們經歷了文革 都認為當局很可能利用任志強案件 不動一場殺父濟貧 格鬥毛澤東所做的一個人領導一國 搞中間的一群人 任志強一個很好的地產界朋友私下說 再不行動 中國又來一次文革 我們死無葬身之地 一件飄塵分析說 這封信的重點 是說習近平要王滬寧出面 成立專案組 顯然習近平是做兩手準備 一方面通過西城區這樣的一個小級別的紀委 給大家一個大事化小的信號 安撫人心 另一方面 習近平在內部就絕不放鬆 顯然想將該案件搞成大案 至少可以用於打擊黨內對手 而根據這封信來看 黨內顯然也非常警惕習近平的做法 因為都怕文革再來 信中所說的中間人群的共識 這部分人不是傻瓜 當然知道習近平這樣搞下去 最終就是搞到他們頭上 因為很簡單 中國經濟下行 甚至非常大概率是斷崖下跌 習近平必須找替死鬼 北京時政評論人士華婆 6月份也曾分析說 習近平不會輕易釋放任志強 因為他要站穩腳跟 在黨內黨外一片反習聲浪中 這個時候更要顯示強硬的一面 如果退一步 有可能一退千里 潰不成軍 所以習近平不會輕易讓步 華婆說 當局會搜集任志強的經濟問題狠狠自罪 在中國本來房地產開發商聲譽就非常惡劣 中共一心將火力引到他們身上 早就預備好 差不多是時候 被這班房地產開發商作為釋放民怨 保護政權的替死鬼 是否一定是大事 等於是一邊 控制風力引到 他會有可能 在他身邊的 中間的火力引到 是有可能 在這個火力引到 中間的火力引到